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神 我們今天又到了神所赐福的安息聖日 這段時間以來 相信對我們所有神殷書教會的弟兄姊妹 都是一個很奇特的經驗 應該是這一輩子 對絕大多數的人 甚至於全部可能都是這一輩子僅有一次的經驗 我們想要來會堂聚會 但是沒有辦法 經過這一個多月的時間過來 其實今天早上當小弟進到這個會堂的時候 居然有種感動 雖然我們都知道 其實神無所不在 我們敬拜神並不限定說 一定要在這個會堂裡頭 但是這是一個 有一個會堂可以聚會 是一個對敬拜神而言 是一個很直接的環境 那確實是有祂的好處的 那當然不是說神指在這裡 但是那讓我們有一個很親近神的感受 那所以好久沒這感覺了 那所以我們也求神 那能夠讓我們在未來日子裡面 再有機會能夠再回到會堂裡來聚會 那到時候我想我們會更珍惜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我們可以來敬拜神 那這段時間呢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也讓小弟對一些信仰上頭的 這個過去很習慣的事情做一些思考 那其中一個是已經很久以來 小弟都比較在上面做一些思考的一個議題 就是安息日 特別今天我們也是安息日 所以想說藉由今天這個時間 也藉由現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們再來一次的來思考 到底安息日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依然持守著神 所要我們做的 我們要來紀念安息日呢 那今天這個題目呢 我們會藉由第一開始我們要來看說 到底聖經是怎麼說的 對安息日怎麼說的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要來想一想 為什麼神要設立安息日 然後安息日神所應許 要給我們的祝福跟應許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點 是我們在過去的信仰裡面 不時的會被提到的一個議題 就是到底怎麼樣才叫做守安息日 最後呢我們想要從這個安息日的誡命裡頭 來思考一下到底他對我們的信仰 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 要我們追尋與確認的這個事情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看聖經怎麼說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出埃及記的二十章 第八節到第十節 這是我們很熟悉的一段經節 也就是神在頒布這個十節的時候 那裡面所講到的 那我們都知道 安息日是在第四節裡面 那第四節的這個經文 總共有四節 那我們先來看前面的三節 那這個第四節一開始就講很清楚 就說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這在第八節 接下來就說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女神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不必生畜 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 無論何功都不可做 這一段經文我想 我們弟兄姊妹應該都蠻熟的啦 它的內容不見得背得出來 但是對這經文的內容應該也都蠻熟的 那這個第四節一開頭很直接了當 就講說要紀念安息日 然後守為聖日 這句話也就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守安息日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句 可是這句話 有沒有那麼直接了當 我們直接感受到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什麼叫做紀念 什麼叫做守為聖日呢 所以 接下來我想對這一句呢 今天要花一點時間 我們再來把它想一下 這個紀念安息日 這個紀念 這個紀念到底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記得大概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小弟的公司 派小弟到日本去出差 然後在這個當中 這個有空檔的時間呢 有一天呢 小弟就自己去搭著那個地鐵 然後去找那個大 那時候在大阪 就去找大阪的聖日書教會 那當然在那邊人生地不熟的啦 那感謝神最後還讓 真的讓小弟找到了 那在搭地鐵的時候 下車的時候 小弟就拿著那一張地鐵票 想說哇好難得喔 今天居然來到了日本 然後拿到了這一張車票 很想要把它留下來 然後能夠作為一個紀念 但是呢 那時候小弟其實 日語一句也不通啦 那想說這怎麼辦呢 怎麼跟那個出口 那個收票員那一邊說呢 後來就想到說 欸這個日文好像很多字 跟中文很像 那我想說紀念 但是紀念的日文怎麼講呢 我想我就亂擺好了 我就用一種有點像日文的翻 我就走到那個人的面前 我就拿著票 指著票跟他講說紀念紀念 欸結果他居然聽懂欸 他居然就幫我過去了 所以我那張票就留著了 欸我那張票還留到今天 那這是我對這個紀念的這個字 我想這個這個例子 我想等一下我們會再拿回來用一下 那這個紀念呢 在這個字 在舊約的經文裡面 它用的就是說 它在文法上面 它在形式上面 用的是同樣的方式的這個經文 在舊約裡面總共有十二節 總共有十二節 包括我們現在所讀到的這段經節 那其他的十一段經節到底是寫什麼呢 在創世紀的九章十六節 那一篇記載到說 洪水之後神設立了洪 然後就作為他與人之間立的約 那這段經文是這樣說 說紅壁陷在雲彩中 我看見就要紀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 好從這個經文 它這邊同樣這個字 同樣的形式 它是翻譯成為紀念 但是我們仔細讀過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它是不是帶著一種說 我就會想起 我就會記得了 的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 我今天跟你們立約 我將來不再用洪水來毀滅這個世界 那我用的方法呢 我立了一個洪作為一個證據 那所以呢 神自己祂自己說 我看見就要紀念這個約 那不久等於說 我就會想到了我有立到這個約嗎 我就會記得 我跟人有立了這個約嗎 感覺上這個紀念應該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在《出埃及記》三章三節那邊 記載到這個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後那個時候神設立的逾越節 那最後在出來 在那段經文特別摩西 神藉著摩西來吩咐百姓 那在這一邊 十三章第三節說 你們要紀念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的色日 因為耶和華用大能的手 將你們從這地方領出來 有效的餅都不可吃 我們看一下這個經文 這個紀念的意思 是不是也是你們要回想 你們要記得 因為這時候他們要出來了 以後他們就出來了 不再在埃及了 所以呢 當他們已經離開了埃及之後 可能一年兩年或者更久之後 但是你要紀念 就是你要記得啊 記得當時候你們是 本來在埃及的為奴之家 然後神用他大能的手 將他們領出來 所以這個紀念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有那種你要記得 你要想起來 這樣的一個意思在裡面 那接下去的幾節經文 我們也可以看出有類似的意思 生命記的七章十八節 這邊也是有這樣說 要紀念耶和華女神 向埃及 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 所以這個類似的意思 接下去我們又看到生命記的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耶利米蘇的十七章 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們把它理解成為 想起記得 在這個地方應該都能夠很清楚的 看出它的意思 所以這的確是如此 所以在其他的 剩下還有五節的經文 前面有六節經文是翻譯成為紀念 但是接下來還有五節的經文呢 它就不再翻譯成為紀念了 比如說在約束雅記一章十三節 這邊約束雅跟百姓們說 因為他們這時候摩西他已經離世了 然後這個 約束雅來帶領百姓 所以他就對百姓們說 你們要追念耶和華的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們的話 那這不就是想起嗎 你們要記得嗎 詩篇的一百三十七篇第一節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西安就哭了 想起我們以前 我們現在被抓來了 但是如果我們想起以前在西安 在耶路撒冷 真是為什麼這樣子呢 就哭了 然後耶利米蘇三十一章二十節 甚至於這一邊寫著說 神呢對於他的子民 也就是這個以色列人呢 他們是 他是他的孩子啊 可是呢 他們卻不聽神的話 以至於遭受到的懲罰 但是呢 每逢神說 我每逢責備他的時候 仍生顧念他 什麼叫顧念他 就是我還是想起 他是我的孩子啊 我想起來啦 那在耶利米埃哥 還有以西結束二十三章 都是類似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當紀念安息日 什麼叫紀念安息日 就是你要想起來啊 你要記得啊 你要記得安息日啊 你要想到安息日啊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想喔 你什麼時候去想到安息日 安息日當天想到安息日 這叫想到嗎 好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喔 當紀念安息日這句話 接下去說什麼 要守為聖日 也就是說你的紀念 你的想起 你這個想起安息日這件事情 其實是他會帶到一個結果上面去 他會帶到一件事情上面去 不是說喔 我只有坐在那邊 我就想起 我想這也是很理所當然啦 也是很理所當然 那個小弟小時候 其實從來沒有過過什麼叫生日 因為我們那時候 沒有人在過生日的這種習慣 然後後來健身長大 然後又在台北 才發現奇怪 很多人都在過生日 以前都會覺得說 就算要過生日也是老人家的事 可是呢 為什麼在這一邊 小孩子都在過生日 那對於過生日的這件事情 我們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就會想到 喔 哪一天是誰的生日 所以你一定是在生日那一天之前想起嘛 對不對 如果你在當天才想起 人家就會說 哎呀 你真的是 一點也不關心我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是在之前想起 但當你在之前想起的時候 你就只是想起嗎 坐在那邊就想起嗎 不是啊 你不就會開始去 這個準備禮物嗎 如果你這個人很重視 你就會準備禮物啊 或安排啊 什麼聚餐啊之類的嗎 那在一步 什麼都沒有 至少見了面 當天你會跟他講說 欸 生日快樂喔 這個就是 你去紀念之後 你就會產生一個結果嘛 這一件事情 你會採取一個行動 去做一件事情 好 那紀念安息日這件事情 也是一樣的 神的吩咐就是說 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我設了一個安息日 你要記得這一天 但是呢 你不是腦子裡面記得說 喔 我記得我記得 他說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呢 你要把它守為聖日 守為聖日 好 那什麼叫做聖日 什麼叫做聖日 那我們就要想一下 聖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在聖經的經文裡面 用到聖這個字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多 兩三百個地方 但是當我們去查它的意思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第一個被翻譯的 如果它就很直接了當用聖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都會常常看到 它會加上分別 所以我們很熟悉一個詞 叫做分別為聖 其實當你去看這個西伯來文的 它的原來的用詞的時候 其實只有一個字而已 但是我們中文卻把它翻譯成為分別為聖 顯然的分別 要嘛是分別 要嘛是為聖是加上去的 但是這兩個它把它掛在一起 所以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在看到這個字呢 還有很多的地方 它另外做了一個翻譯 這個翻譯是用在人的身上 那個叫做字節 字節 那什麼叫字節 就是常常你比如說 祭司你要執行你的工作的時候 你要執行你的任務的時候 那麼在那之前 你要字節 字節就是說自我捷徑 字節 那當你去做字節的時候 你 什麼叫做去字節 那我想在聖經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常常會講 有一個動作叫做你要去洗澡 那洗澡我不是天天在洗嗎 那為什麼這時候洗澡叫字節呢 因為我這時候的這個洗澡是有目的的 因為我接下去為了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而我去洗澡 所以你這個洗澡是帶著目的性的 所以你這個洗澡跟其他的洗澡是不一樣的 甚至於由其他事情你說說我就不做了 這一種就產生了一個可能是同樣的事情 可是呢它帶著一個不一樣的意義在裡面 那這時候如果是對自我而言的話 那聖經裡面在這個地方把它翻譯成為字節 那接下去還有其他地方 我們發現跟聖跟節都沒有關係的了 可是一樣是用同樣的字喔 在生命記22章的第9節 這邊有一個吩咐 說不可以把兩種種子種在你的葡萄園裡 免得你啥種所結的和葡萄園的果子都要充公 那我們很驚訝的會發現說 這個充公用的字居然就是那個分別為聖的那個字耶 那這時候是什麼 什麼叫充公 充公就不是你的啦 這就雖然是你種的就不是你的 我們把它取走了 那取走就跟你種的就把它分開了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約束亞記23的第7節呢 這邊說 就他們在那邊會要去分地 那這邊說 以色列人在拿佛塔利三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師 在以法連三地分定事件 在猶大三地分定基列亞巴 所謂的分定就是從這一塊地裡面 把這個地方把它區分出來 比如說在以法連三地 以法連三地很大 但是其中有個地方就是事件 然後他把它分定出來 那這時候他其實用的字跟分別為聖的字 是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呢 為什麼他把它分定 為什麼把它翻成分定 因為他是把它區分出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開始意識到 這個聖這個字 其實它最基礎的那個意思 其實是什麼 是分別出來 分開來 我把它獨立出來 所以甚至於在這個以色亞書十三章的第三節 這邊就真的是這樣子翻譯了 他說 神說我翻譯我所挑出來的人 其實就是這個字 如果我們要按同樣前面的翻譯 應該是會變成 我吩咐我所分別為聖的人 但是這一邊呢 中文把它翻譯說 我所挑出來的人 我想這樣的意思就更清楚了 所以什麼是聖 什麼是聖呢 就是分別啦 就是特別啦 很簡單的講 首為聖日 就是很特別的 我們要 為什麼它是聖 因為你把它分開了 它才是 它才有聖的感覺 所以它是分開了 所以什麼是聖日呢 就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而且這個特別呢 還有特定的方向的 叫做屬神的日子 這個日子 跟其他的日子通通通一樣 就是24個小時 但是這個日子呢 在我們的意義上 它是特別的 跟其他的日子 是不一樣的 並且呢 它是屬於神的 這個叫做 首為聖日 這個聖日 應該是要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來看的時候 當紀念安息日 首為聖日 那我們知道紀念就是 你要想起來 那你要記得這一天 並且呢 你要把它做為一個 特別的 是一個屬神的日子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很白話了 就很清楚了 以後當我們講到 我們要首安息日 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 你就要去想到 安息日 這一天是很特別的 是屬神的 跟我現在 現在 我今天可能是星期一 可能是星期二 可能是星期三 或者是星期五 那這幾天我在幹嘛 我可能就 忙著工作啊 忙著很多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我就會想到 我就會想到 欸 星期六是安息日 並且這一天呢 是特別的 怎麼特別 跟我現在這一天 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一天是屬神的 那這才叫做紀念 所以什麼時候想起來 應該不是當天 睡覺醒來 眼睛一睜開 突然想到 啊 今天安息日 那這樣 那這樣大概就不太紀念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嗎 如果 在某個人生日那一天 特別 特別是你的另一半的時候 然後他很在乎他的生日 結果 你到他那一天 一起床 甚至於到了中午 甚至到了晚上 才突然想到 啊 今天你的生日 我看你接下去的時間 應該可能會 有點難過啦 那我們用同樣的概念 來思考一下 神所要我們的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守安息日 其實不是星期六的事 守安息日 是你每天的事 你要記得 那你為什麼會去記得 因為你認識神啊 然後你聽神的話啊 然後所以你就會常常想著 神說 安息日 我們要紀念 所以你就會去想到嘛 好 好 那 剛剛我們講說要特別嘛 這一天是特別的 是屬神的 那要怎麼樣才叫特別 怎麼樣才叫屬神的 那聖經告訴我們了 我們剛剛看了第八節說 當紀念安息日 守為聖日 那第九節接下去 馬上就講喔 說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所以 信耶穌的人 不是就不用做工 信耶穌的人 不是就等著主耶穌給你飯吃 什麼都不用做 神說你要 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所以 信耶穌的人 平常勞碌是理所當然的 是神要你做的 千萬不要偷懶 你的工作要認真 不要老是怨這個怨那個的 因為神要我們這麼做 六日你就是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可是呢 接下去 第十節說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華女神當首的安息日 這一日 你和你的兒女不必生處 並你成立寄居的客旅 無論何工都不可做 所以這一邊就接下去 這一天就無論何工都不可做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開始產生一個 什麼才是特別 什麼是屬神 然後又什麼是 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呢 到底是什麼工不可做呢 因為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 常常在談論的事情 那我們就來想啊 那個不特別的日子 也就是那六日 到底你在做什麼 那這邊說 勞碌你一切的工嘛 那六日在幹嘛 就是為我們的生活打拼嘛 為我們的有飯吃來打拼嘛 所以我們要去上班 我們要工作 農夫你要去田裡耕種 然後漁夫你要出海去捕魚 這就是你在勞碌所做的事情 那到了第七日的時候 你什麼工都不可做 是哪個工不可做 當然就是這一些 你為了你的生活 所要勞碌的工不可做 不是說你那一天就坐在那一邊 什麼都不做 然後這樣子叫做什麼工都不做 什麼工都不可做 那如果嚴格要講的話 那你連呼吸都不能呼吸啊 因為那是你的動作啊 所以這個和工都不可做 絕對不會是指著說 我要吃飯 我去煮個飯 這也叫和工都不可做 然後我出去散散步 也這也叫和工都不可做 我想不應該是擴張到那一種程度 我們只要對照六日的勞碌 跟第七日 我們就知道什麼叫做 什麼工都不可做 因為你原本是要勞碌的 可是神讓你有一天不勞碌了 因為這一天是屬神的 所以什麼是特別的 就是你可以不需為你的工作勞碌 這個叫做特別 也因為你可以不必為工作勞碌 所以這一天呢 就可以屬神的了 那這時候我們當然就會想到一個問題 人為什麼要勞碌呢 那我們知道 在伊甸園裡面的亞當夏娃 他其實不需要什麼勞碌嘛 對不對 他當然不是閒閒沒事幹 他要管理 他要管理 可是呢 他肚子餓的時候 他不用去做什麼事情 他只需要什麼 手一伸樹上的果汁 就可以拿來吃了 所以他沒有勞碌 他不需要勞碌 但是呢 當有一天 他們被趕出了伊甸園的時候 那我們就知道啦 神說怎麼樣 你們要汗流滿面 才能糊口嘛 所以人才開始勞碌的生活 從此之後 人就是在勞碌當中 那麼這時候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神給我們安息日 因為如果沒有神 人就是在這個咒詛裡頭 人就是要天天的勞碌 因為你不勞碌 你就沒得飯吃 你就是要汗流滿面 你才能糊口 所以今天你六天 你就是要過這樣的生活 但是呢 對於認識神的人呢 神今天呢 給了你的一個紅包 就是你每七天當中有一天 你就可以不用這樣喔 而且你不用擔心 我沒飯吃喔 為什麼 因為這是神講的 既然神講的 神就不會讓你沒飯吃 所以 為什麼需要勞碌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安息日 什麼功都不可做 我想這邊我們已經可以 帶出一件事情來 就是 他其實跟人 不能夠待在伊甸園裡面 而必須勞碌的這個狀態 其實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再接下去就會看到說 欸 神還真的是 把這事情是連在一起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知道 當紀念安息日 所謂聖日 就是你要想到 你要把這一天 當成特別的 所以你就會 我想 這樣子應該給了我們一些 概念了 就是說 我想這才是最大的一個原則 我們守安息日 要達到的 應該是這個樣子 至於有很多細節 是不是那麼重要 我們或許也應該要再想一想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說 既然這樣神 為什麼要設立安息日呢 其實聖經接下去有講 剛才我們所讀到的 初愛奇記二十章 第八節到第十節 講了怎麼 這個 要守安息日 但是呢 接下去十一節 講了這麼一句話 他說 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華造天地 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華是福 與安息日 定為聖日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原來神真的是 為了要我們去紀念 這天地是祂所造的 但是呢神最後 等所有的造了之後 造起了之後 這邊說第七日是安息 那我們想想看 當神 第七日安息了之後 就是停止了工作了之後 這個世界是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就會知道 亞當夏娃就被放在伊甸園裡頭 就開始過著 悠哉悠哉的生活 無憂無慮的生活 這就是 從此之後的安息日 所以在伊甸園裡面呢 有沒有安息日 要說有也對 要說沒有也對 為什麼 因為天天安息日 因為不需要勞碌 不需要勞碌 所以其實伊甸園的日子 就是安息日的日子 所以 什麼時候才開始沒有了安息日 就是人不在伊甸園裡頭了 所以才沒有了安息日 但是現在呢 神吩咐百姓要守安息日 所以這一天要區分的出來 所以要紀念 要想起 想起 原來神造人的時候 給人是這樣的一種環境的 原來神是要人過這樣的日子的 那為什麼今天沒有了呢 這是第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看看 這一段經文就對照到了 創世紀二章一節那一邊所寫的 那那一邊記載到了神的創造 那我們就很清楚接下去的一個狀況了 那還有 神為什麼要我們守安息日 為什麼要設立安息日呢 其實還有第二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寫在這個 生命紀五章的十二節 在這一邊呢 摩西又重新再一次的宣告了這個十節 那當我們在比對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從第一節到第十節呢 幾乎是原字不動的 我們可以把 初埃及記跟生命紀兩段的經文去做一下比對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原字不動的 可是唯獨 幾乎就是指在這個 安息日這個道理上面呢 他附加了一句話 十五節 前面是一樣的 但是後面說 你也要紀念你在埃及地做過奴仆 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生出來的綁壁 將你從那裡領出來 因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更清楚 就是神要百姓 要以色列人去紀念說 你們以前在埃及地是做奴仆的喔 那我們知道這個紀念想起 你要想到啊 你以前在埃及是做奴仆的耶 但是現在呢 神用他大能的手把你領出來 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要來守安息日 也就是說 當你守安息日的時候 你要想到這件事情 以前你是為奴的 現在呢 你已經被領出來的 那我們聯想前面一個 你要想到神創造天地海喔 那原來人應該是在哪裡 人應該是在伊甸園裡面的 那現在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人犯了罪 那因為人犯了罪 所以呢 你就在 你就在這個世界是做奴仆的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是罪的奴仆 以色列人呢 你們原本也是自由的 你們原本在迦南地 你們自己神應許那地要給你們 可是後來呢 因為一些歷史的演變 所以你們到了埃及 結果你們在埃及最終變成了奴仆了 但是今天呢 神又再把你們領出來 要帶回到原來應許給你們的地方 我們今天呢 原本應該是要在伊甸園裡面的 但是今天呢 因為人的罪 我們今天卻成為罪的奴仆 可是今天呢 神又把我們從罪中領出來 那如果我們還記得這件事情 你就要守安息日 這是我們看到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第二個理由 所以在出埃及記三章七節以下呢 在那邊講到很多 說耶和華說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都公的瑕疵所發的哀聲 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所以我們看到神呢 就是以著這樣子的一個心呢 看到了百姓的困苦 看到了他們所受的瑕疵 以至於發出哀聲 所以神就怜悯他們 要把他們領出來 那如同今天 神看到我們在這個世間 作為罪的奴仆 我們怕這一個 怕那一個 我們在這個世間的苦難當中 卻找不到拯救 但是今天神看到了 如果我們是一個尋求神的人 那麼神就讓我們找到 並且把我們領出來了 所以如果我們還記得這件事情 那你就要紀念安息日 那麼聖經提到還有第三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 出來幾季三十一章十二節到十七節 這一邊說 耶和華小玉摩基說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 你們誤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為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 原來守安息日是證據 是我們跟神之間的證據 什麼樣的證據 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所以呢 當以色列人去遵守安息日 神就紀念他與百姓之間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就成為世世代代的證據 那這樣子你們就會知道 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 什麼是成為聖的 剛剛我們已經說過了 是不一樣的 是特別的 怎麼不一樣 怎麼特別 就是你們不列在萬民之中 你們是特別的 就是神讓你們成為聖的 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要守安息日 以為聖日 那當然反過來 如果你完全不在乎 那就官犯這日 那就要把它檢除 那這一邊我們特別要看守這個字 守這個字呢 它的意思叫做 保守、看守、遵守、注意 所以在安息日 我們要很在乎 我們要很在乎 不是覺得說 這不過是一個休息的日子嘛 我們以前這個星期六只休息半天 所以他還是要工作 後來就週休二日了 所以我們就會馬上 這就是一個休息的日子嘛 所以當我們紀念安息日 好像比較多的成分是紀念 這是一個假日 而不是紀念安息日 但是呢神要我們說的是紀念安息日 假日你可以睡大覺 假日你可以一早就跑出去玩 假日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反正你就不想工作嘛 你是不想工作 而不是你覺得說 我有工作要做 但是我今天可以不用做 你是不想工作 但是當你紀念安息日是說 我今天不可以工作 因為這一天是屬神的 那你就去注意了 你就去遵守了 所以要守安息日 以為聖日 好 那這個在初埃及記三十一章以下 一再的強調 那甚至於到了以西結書 又再提了一次 以西結書的二十章十節 這一邊說 這樣我就使他們初埃及地 領他們到曠野 將我的律例賜給他們 將我的典章指示他們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 我們看到這邊講到神强調 是他的律例典章 那隨代又講的是什麼 十二節 又將我的安息日賜給他們 好在我與他們中間為證據 使他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他們成為聖的 所以不是剛才 初埃及記講完就講過了就好了 到以西結書 這時候國家已經滅亡了 神還是藉著以西結先知來講的這句話 就是安息日是我與你們之間的證據 好 所以我們看到神為什麼要我們 神為什麼要設立安息日呢 第一個要我們紀念 要記得 要想到 想到什麼 神的創造 因為神的創造 我們就知道神的大能 因為神的創造 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以完完全全的依靠神 又要想到 我們原來是在埃及地做過奴仆的 我們原來是在這個世間 在罪的泉下的 我們沒有自由 我們沒有作為一個人 我們行真理的自由 但是神把我們救出來了 所以呢 如果我們記得這麼做 那就成為我們與神 世世代代的證據 永遠的約 因為我們記得神的話 我們記得神的大能 所以我想這樣 這三個理由之間 我們是不是串起了一個很直接的邏輯關係 原來安息日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 安息日不是一個假日 安息日是一個神的日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想到 那其實安息日有一個更遠大更遠大的一個 一個終極的一個目的 那就是得救 這件書教會把安息日列入五大教義之一 說他與得救有關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我們很驚訝的 在舊約講了很多安息日之後 最後在新約的這個希伯萊書 跑出這樣一句話來 在希伯萊書四章九節 這一邊作者原本是在勉勵當時候的信徒 然後特別以這個 約束亚帶領百姓 進了這個迦南地的這件事情為例 來告訴他們 來跟他們說 當時候約束亚帶領百姓進了迦南地 看起來感覺好像進了安息之地 可是事實上是真的就安息了嗎 也沒有啊 所以四章九節這樣說了 他說這樣看來有益安息日的安息 有益安息日的安息 為神的子民存留 因為那進入神的安息的 也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樣 那這個安息日的安息 什麼是安息日的安息 安息就是休息 但是呢有一種休息 叫做安息日的安息 那這個安息日的安息 就是因在這個安息日裡頭呢 所要達到的那種安息 那這種安息是什麼樣的安息 是一種不再有勞碌的 是一種真正的安息 你不再有煩惱的所有的一切 你不再為了每天的需要 你不必再為了你人生怎麼過 你不必再想到這一些了 簡單說他就是在天上 伊甸園裡面的安息 所以時間才說 進入神的安息的 那原來在進入神的安息 這個安息是存在哪裡 理論上他只存在天上 但是今天呢 神把他放在地上 就是在安息日 如果我們真的按照神的旨意 來守安息日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這個安息日裡頭 你會去體會 你就會去嘗到了那個 在天上神的安息啊 所以這個安息日 它不是只是要你很特別的 去過一個日子而已 它其實是帶著應許的 並且我們就會知道 接下去 這一段經文其實講的就是說 如果今天神把天上的安息 已經放在安息日裡頭 要給你了 可是你卻不在乎 你卻無所謂 那麼將來的安息日 那個永遠的安息 神也會覺得說 反正你也不在乎嘛 那就不用啦 那如果你今天覺得說 這個安息日的安息 我嚐到了 我真的覺得好棒喔 你去渴望那個 未來永遠的安息 那麼神當然就按照你所要的 將來就必赐給你 所以安息日跟得救有關 所以聖結書教會 真的有神所示的智慧 把安息日放到了我們得救的真理裡頭去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安息日跟得救是有關的 因為它就是 將天上的安息 今天放在地面上 讓人先去嘗到 讓人先去享受到一點點 但是你藉由這一點點呢 你就去想 我是不是應該更努力的 往天上的安息 我要更往這個方向去努力呢 那所以呢你看 神幫我們安排了一切 安排了那麼妥當的之後 神還告訴我們 說如果你好好的去遵守 神會有祝福 神會有應許 這我們看到最近 因為有些國家嘛 這個人民呢 不太想打疫苗對不對 然後不是國家就開始 提出一個方法嘛 打疫苗有賞 那打疫苗本來應該是有幫助的事情 但是呢 今天照理說你應該要付費啊 你應該要有付出啊 結果現在不只好像你不用付出了 你還有賞 有點像這樣的概念 神呢說你要守安息日喔 我有好處給你喔 但是呢 又想說 哎呀你這個可能就沒好處 你不要 還告訴你喔 有好處的喔 祝福和應許喔 那這在以赛亞書裡面 特別講喔 說這樣的人呢 存心順福人要享歡樂 58章這一邊 說你又遵守安息日 在安息日調轉腳步的 那你要成價地的高處 然後要以你主雅各的產業 養育你 特別還強調 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所以神很在乎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很多經文都告訴我們 守安息日是有祝福的 是可以得應許的 只是人常常都不看這個 然後我們常常會講說 不守安息日 這個很可怕喔 神會有刑罰喔 那我們都不去想 守安息日有祝福耶 那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 對我們 特別是今天對我們 不是猶太人血統的人 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以色雅書五十六章一節 的第六節 這邊講喔 至於那些跟從耶和華 侍奉他的外邦人 就指我們啦 我們不是猶太人 我們是外邦人 對猶太人來說 我們是外邦人 這邊特別講喔 說那些要跟從耶和華 侍奉他的外邦人 就是我們 今天就是我們 就是愛耶和華的名 要做他的仆人的 這樣的人是怎樣 愛耶和華的名 你看不到什麼 什麼動作嘛 做他的仆人 你也看不到 你會做出什麼動作嘛 但底下就明確喔 守安息日不甘犯 所以這個是證據 你守安息日不甘犯 就證明你是一個 愛耶和華的名 要做他仆人的人 又你就是持守他的約的人 因為你跟他之間有證據了 這一邊神說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 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 所以這是多大的應許呢 對我們來講更是重要 所以我們在明白 為什麼要守安息日了之後 那我想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很大的應許 我們應該要更加的尊重 好那再來一個議題 就我們常常會有點在乎 也有點討論 那既然這麼重要 那到底安息日應該要怎麼過才對啊 那其實我想如果我們前面的 這些道理理解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已經變成小問題了 以前為什麼常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變成大問題 可能是我們前面的這些道理 沒有很清楚 所以它變成一個大問題 如果今天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應該很清楚 就是這一天你要把它守為聖日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是一個屬神的日子 既然它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屬神的日子 那你應該怎麼做 我想大家應該都自然心裡都有數嘛 對不對 今天你知道某某人要過聖日了 這一天很重要 你自己就會產生一些行動 沒有人會去告訴你說你應該怎麼做 但是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那今天如果你把這一天當成是特別的日子 是屬神的日子 那不也代表著 你就會知道我該怎麼做了嗎 至少你會準備啊 我平常都不謹慎我的言語 我平常對人態度都隨隨便便 我今天是不是應該特別留意一下這事 這不就是一個特別的屬神的日子了嗎 所以其實呢 真的在聖經裡面 對於安息的要求 其實不多 只有兩點 第一點我們已經知道了 叫做無論何功都不可做 那這個功呢 是指著你要養家糊口的那個功 不是說你不能夠去煮飯 不是說你不能夠去開電燈 不是你說當天我不能夠稍微睡晚一點 不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你不能夠再為你生活的勞碌去做工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指在立位紀二十三章三節 在節期的教導裡面所講到的 在那個地方呢 跟所有的節期一樣 安息日呢特別要求叫做 當有聖會 整個聖經的在舊約裡面 關於安息日這個教導裡頭呢 對於安息日 就只這兩點要求而已了 就沒有別的了 無論何功都不可做 要有聖會 那聖會是在節期的道理裡頭 所以為什麼要有節期 就是為了要百姓們要聚集在一起 然後呢聚集在一起幹嘛 今天是特別的 今天是屬神的日子 所以我這個聚會是什麼 我當然是敬拜神嘛 所以就這兩件事情而已 沒有別的了 那這兩件呢 我們常會疑惑的就是說 好那我是不是要有固定的 什麼時間的聖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 安息日什麼功都不可做 當然就是這一天 所以這一天裡頭沒有時間性 反正就這一天嘛 你不要說 這個太陽快下山了 我就開始在那邊準著 我等一下要去工作了 就像這個尼西米記裡面 就記載著 有一群人就是這樣 等著太陽下山 安息日過了 就要趕快挑著擔子 進城裡面去做生意了 這個尼西米就很生氣 就把這些人趕走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錯 你那天沒有做這件事情 太陽下山之前 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的心 並沒有在守安息日啊 你的心還在做工啊 所以什麼功都不可做 這件事情 是沒有時間性的 就是在這一天裡面 這是你整個人 你必須要保持 這樣的一個狀態的 但是聖會呢 我們可以相較之下 你就會知道 聖會有時間性 因為聖會絕對不會是 你眼睛睜開 然後你就開始 從早到晚在聖會 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那既然它沒有時間性 它是有時間性的 表示它會有時間段 你在安息日之間 一定會依據大家的需要 你會定一個時間 然後我們有這個聖會 大家聚集在一起 然後我們來敬拜神 那既然它是有時間段 那如何定這個時間段 因為聖經沒有講 所以很顯然的是什麼 依據我們的方便 依據百姓們你們的方便 你們覺得什麼時候 對你們來說 有這個聖會比較好呢 所以我們現在都習慣 早上十點下午兩點 然後我們就來這一邊 結果呢 我們現在把聖會 當成守安息日了 我們把這個時間段 當成了整個安息日了 其實聖會是在 這整個大的安息日 整天的安息日裡頭的一段 它不等於安息日 所以我們在安息日 其實就這兩件事情而已 並且這個聖會 只是依據我們的方便 所以有時候 我們因為一些事情 必須做一些調整 這沒有什麼不可以 這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是呢 因為人呢 總是傾向一些隨意 就像《世事記》裡面講的 人就國中沒有王 人就任意而行 人喜歡自由 所以呢 有時候呢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 好的要求在那邊的話 久了大家就鬆散了 所以我們就會有十點兩點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不要去動它 不要動它有好處 為什麼 因為大家成為一種習慣 會比較好一點 不容易鬆散 但是是不是它是一個 真理不能動 絕對不會是這樣子的 還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說 比如說颱風 颱風天來的時候 那這個政府已經宣布 就是說停班停課了 好 那我們今天 剛好遇到安息日 我們要不要聚會呢 要不要有這個聖會呢 原則上當然是一定要 所以我們教會呢 在會堂裡頭 我們原則上 還是會安排聚會 但是對我們個人而言 你是不是一定要 比如說你這個 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然後有土石流會來 然後會有什麼樣 然後你就說 今天有聖會 然後我愛神 所以我一定非得出門 趕到會堂去才可以 然後就不顧自己的安全呢 如果你真的 危險性很高的時候 其實神也知道 那神會清楚的 那你就要依據這個 自己的安全性去做評估 不必定 但是其他的 如果我們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就盡量 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 那像我們現在 遇到這樣的狀況 你想來也沒辦法來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啊 我們這一天 還是一個特別的 是一個屬神的日子 所以神才說 主耶穌才說嘛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為人體會到 天上永遠的安息 的安息是什麼 所以為人設立的安息日 為了人在罪中 必須勞苦這件事情 特別七中選一 七天給你一天 跳脫這樣子 最終的瑕疵 享受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 是為人設立的 那所以這時候 我們再來看 主耶穌所遭到的 一切指控 你就知道 猶太人對嗎 其實猶太人的指控 只不過是按照他的傳統 並不是按照聖經的教導 他們卻因為人的傳統 把耶穌定死在十字架了 因為他們認為 主耶穌犯了安息日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謹慎的 我們不要把人的教導 變成了來迫害人的一種做法 然後我們要真正的 從聖經裡面去明白 真理是什麼 那本來想說 如果順帶一提 把我們現在 對安息日的觀念相關的 所謂什麼 律法時代 恩典時代 這個議題提一下 那時間已經來不及 我們就不講了 然後最後我想 談這麼多了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有所思考 我們就是要有所思考 所以這邊列出一些 我們曾經可能你都有看過 聽過 你也想過的一些問題 或者觀念 或者印象 那還有很多 我只是在這邊列一些 比如說 我們會爭論 安息日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禮拜五晚上嗎 禮拜六早上嗎 然後 我可不可以 我只來早上 或是來下午 特別像現在 我們都只看直播 直播其實也是聚會 那我們想聚會 聚會一個人叫聚會嘛 當然我們知道一個人不叫聚會 聚至少要兩個人嘛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這個 只是叫做獻上的一種崇拜 我們應該嚴格講應該叫做 獻上的崇拜 那我們在自己的地方呢 其實我們如果沒有按照前面說 我們是在紀念安息日所為聖日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你只不過是在聽道而已 你並不是在守安息日 你只是在聽道 因為你現在只是在 在聽一個即時的道 跟你 從錄音裡頭去拿出一段來聽道 其實不是一模一樣的嘛 所以 如果你沒有守安息日的心 你現在只是在聽道而已 這段時間不成為你守安息日 的這個標準 那諸多的這些想法 我們都很習慣並且會去爭論 但是我想 在剛才我們以賽亞書五十八章所講到的 最重要你要調轉你的腳步 我們調轉了沒有 我們是不是不以操作為喜樂 我們是不是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 並且我們尊重這日呢 如果是 那麼我們很常想到的那些想法 那些你覺得的印象 那些真的很重要嗎 安息日從哪一個時間點開始 真的那麼重要嗎 如果你一點都不準備這日的話 幾時開始又如何呢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守安息日 所以這段疫情的時間 我們也可以讓我們去反省一下 以前我們就很習慣的 安息日早上起床了 就開始梳妝打扮 然後我們就準備來教會 然後提著聖經帶 現在有的人連聖經帶還都不提 然後提著聖經帶來了 就說我守安息日了 如果我們今天明白 神所吩咐的是這樣的話 我們以前真的是守安息日了嗎 現在我們在在線上 我們真的在守安息日了嗎 你今天有把今天分開來 特別嗎 他屬神嗎 還是你就早上睡到 9點55分 然後突然跳起來 衣服穿好 電視打開 然後來坐在這邊 我守安息日了 是這樣子嗎 那如果我們想了想這些之後 以後呢 我們要如何真的來守安息日呢 我們安息日神 所要給我們的應許祝福 以及將來的盼望 我們是不是都清楚了呢 那我們在會前所唱到的詩歌129首裡面呢 有一段歌詞我覺得很棒 他說我身軟弱主聯席 勞苦重担得修席 自我瑪娜養靈魂 領受天良命永存 這不就是我們在安息日 所要去體會的嗎 所要去嘗到的嗎 以前這個聖權長老 他曾經講過 安息日好像就是一個螺旋一樣 我們每天過日子 好像就像是一個螺旋這樣 不斷的一直轉一直轉 到了安息日呢 就是一個轉折點 你又再往上再轉一圈了 我覺得這個比喻非常的棒 我們勞苦的六天之後 到了安息日 我們重新的充電 我們重新的體驗神 我們重新的知道我們所要領受的是什麼 以至於我們的靈命更加的成長 我在安息日之間 我能夠再繼續的展翅上騰 我想這樣子是一個很棒的感覺 特別今天是我們 是這個外邦人 我們更是應該要持守 願神帶領我們的信仰的腳步 讓我們清楚的知道 神所要嘗試給我們的是什麼 然後主耶穌赤鼓來保護我們 那我們再來唱詩333首